大家好,我是素颜出镜的钟小姐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一 现在是伦敦时间的下午六七点钟左右 然后呢,我刚刚因为看到一个 就是大概几个小时前 英国媒体爆出来的几张照片 然后那个新闻的话就是很简短 所以就是update啊 就是威廉王子传闻中的那个小三 就是罗斯嘛 然后那个今天就是英国各大媒体 都爆出来什么照片呢 就特别有意思 挺有意味的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现在已经半公开了 为什么 就是英国各大媒体爆出来的照片 都是这个罗斯啊 和卡米拉现在的女王 王后卡米拉在一起的照片 然后待会我会把这几张照片 插在这个视频底下啊 就是那现在我觉得就是英国的媒体 就已经 以前可能还有一个什么遮羞布之类的 就不会把罗斯的照片 和这个王室的人放在一起 那现在就连这个周修布都彻底扯掉了 因为这个意思就很明显嘛 那卡米拉和这个罗斯的照片放在一起的话 就是他们俩见面了 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见面了 所以英国的媒体才报的 那这个意思就 这个信息就非常明确了 那我先说一下他这个照片是怎么来的 就是是因为 好像就是昨天还是前两天吧 就是英国有那种一年一度的那种赛马会 然后以前呢 女王都是特别爱参加的 那现在女王已经去世了嘛 那么这一次呢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呢 查尔斯和威廉就都没有参加 那查尔斯可能是因为他这个这个病情啊 在做完放疗 然后需要休息 或者说他是有功夫 反正呢 就是说在这个赛马会上呢 只看到凯米拉出席了 而好巧不巧呢 威廉和凯特 凯特就不用说了 凯特现在什么完全就是神隐了 从3月20几号发布了那个 他宣布他自己得癌症的那个视频以后 就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到现在已经快一个半月 快两个月了啊 然后呢 所以凯特不出席也是正常的 那么威廉也没有出席 所以说呢 就这次赛马会就出现了一个很神奇的现象 就是说 英国皇室的主要成员 查尔斯还有威廉 还有这个这个凯特都没有出席 那么哈里和这个这个梅根就更不用提了 然后最后是两个很奇怪的人 出席了这个赛马会 然后还见面了 就是卡米拉和罗斯 那卡米拉大家都算他是小三上位 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争议的 就算他现在服了证 他当年也是当小三的 而且两个人 他和查尔斯两个人都是婚内出轨 就当时卡米拉也是结了婚 有小孩的 查尔斯这边也是结了婚 有小孩的 那么这种是婚内出轨 这个就比那种小三其实更加的恶劣 因为他伤害的就不只是 其中一个人的原配 而是两个人的原配 虽然他们俩在婚前两个人都谈过恋爱 那但是那两个人既然都已经 各自跟其他人结婚了 然后还出轨 这个就比那个第三者呀 或者是小三啊什么的 更加的就是从从道德伦理上 或者从婚姻法上来说 就更加的恶劣啊 就是如果不要判断过错方的话 那现在罗斯呢又跑出来 所以我就觉得 是这样子的 罗斯和卡米拉见面 这件事情本来就已经很离奇了 而且他们又是在这种公开场合见面 所以我就觉得 这已经是属于一种半官方的 不能叫官宣吧 但已经是一种半官方的一种 不能叫公式也不能叫官宣叫什么呢 就是一个信号 否则的话英国的媒体 也不可能拍到这些照片 就算拍到了这些照片 没有王室的默许的话 他也不可能发得出来 明白吗 因为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 就是凯特威廉和罗斯 这三个人的这个三角关系 和当年卡米拉和查尔斯 还有戴安娜王妃 他们的三个人的三角关系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截然不同的点在哪里呢 是当年戴安娜是一个 二十二十岁还是二十一岁 她就结婚了嘛 二十岁出头的一个单纯的 不按事事的 对爱情抱有这种肥皂泡一样的 幻想的这样一个纯真的少女 她是真的是属于 我不能说她就被骗 因为我相信就是当初 她和查尔斯谈恋爱的时候 两个人的确还是两情相悦 的确是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 她是真正的是因为爱情 而跟这个查尔斯结了婚 那凯特王妃和威廉的婚姻 从来就不是因为爱情 因为我在前面多次说过了 那凯特王妃就是一个 她的目标非常明确 我就是要往上爬 我就是要潘能复风 我就是要爬到最高 做这个就做这个王妃 做这个英国的人上人 她是就是往 凯特她 她也许是爱威廉的 但是她说实话她之前 在跟威廉谈恋爱之前 她也交过其他的男朋友 我觉得凯特就是说 嫁入这个王室这条路 完全就是她妈 99%都是她妈给促成的 就是凯特本人 她就是一个 就是像所有的 纯真的少女一样 她肯定也都有过自己的 喜好 或者有过自己的梦想 但是被她妈就一路推 推到这个地步 推到现在已经推到悬崖了 对再往前一步 就是无路可走的悬崖 所以说我觉得凯特的命运 是她自己选择的 虽然是很大的程度上 是她妈妈在那里 背后在那里推 但是也是凯特王妃 自己选择的 她当初和威廉王子 谈了十年的恋爱 她非常清楚地知道 威廉是一个 在外面沾花惹草的人 那么她就觉得 只要我当了王妃 只要我有了这个皇冠在手 我就什么都可以忍 所以这个是凯特王妃 完全是她自己的选择 这个没有任何 什么可抱怨的 那戴安娜跟她完全不一样 戴安娜是真的因为爱查尔斯 为了爱情而跟查尔斯结婚的 所以说当卡米拉 或者是任何查尔斯的 这个婚外情 这种小三出现以后 对戴安娜的伤害 是毁灭性的伤害 是毁灭性的伤害 就是她是一个 她等于换句话 初恋就是查尔斯 然后又嫁给了这个王子 就像梦中的神话 童话故事一样 那是真正的一个童话故事 所以怎么讲 我就觉得就是说 命运对于戴安娜来说 是的确是很残忍的 但是对于凯特王妃 我不觉得命运对她来说是残忍的 而只是说 我只能说是凯特王妃 自己选择了要走这条荆棘遍地的 权势刀尖的这样一条残忍的路 而且并不是因为爱情 而是因为这种权位 或者说是这种叫什么 也不能叫阶级 就是融化富贵 对对对 所以戴安娜和凯特他们俩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同的两个女人 也完全没有任何可比性 所以如果说婚姻里面 在这种就是第三者出轨的这种婚姻里面 如果有人是这个受害者 那戴安娜是百分之一半的受害者 而凯特王妃不是 相反 我觉得在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的这一段婚姻里面 受害者反而是这个罗斯小三 或者说有一半的受害者是这个威廉 因为他们两个人才是真心相爱 他们两个人之前 就是可能小时候认识过 但是没有就是任何接触 那么一直到两个人都已经成家以后 然后才碰到一起 这就跟这个查尔斯和卡米娜 当初在婚前就就已经谈过恋爱 或者说就已经上过床 这个那个 然后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他们又分别嫁和娶了不同的人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查尔斯和卡米娜 如果他们是真爱的话 他们在婚前是有选择的 但是他们没有选择 所以我认为 我不认为查尔斯和卡米娜是真爱 而且我也不认为威廉和凯特是真爱 因为他们俩从来就没有过真爱 我前面说过 所以呢 他们的情形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威廉王子呢 以后有时间我再来专门分析 威廉王子的他这个成长史 和他这个情史吧 因为他是一个十几岁 就失去了妈妈的一个人 所以他是很渴望一种 叫什么 不能说他有这种恋母情节 但是他很渴望有一个就是稳定的 像他妈妈一样的一个女人 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他 不管他犯什么错 不管他在我怎么在外面张花惹草 这个这个他需要他的老婆 都像他的妈妈一样 无限度的包容他 所以他其实威廉做出这种决定啊 就是会娶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平民女子 就是因为他就是他的 他跟他的原生家庭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就是他渴望的就是一种毫无条件 包容他的一切 一切错误也好 一切事情也好 他就是要要做一个任性的小孩 在这个婚姻里面 那凯特王妃呢 正好又这样忍辱负重 所以说他们俩才会就是相当于就是说 各取所趋的这么一个婚姻 但是这我说了 任何没有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 都是不道德的 也都是非法的 所以他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在他们结婚之初 然后又生小孩什么的 那么短暂的一段时间里面 是可以掩盖过去 但是过了几年以后 不是婚姻的新鲜感的问题 因为他们之前已经谈过十年的恋爱了 已经不存在什么新鲜感了 所以他们的问题就是 他们俩从来就没有爱过 没有过真正的爱情 而只是说出于各种各样的利益的考虑 或者说是 我说了对于威廉王子来说 他只是要 想要在这个婚姻当中 有一个像妈妈一样 无条件的接受他 和包容他的这么一个女人 那一般的真正为了爱情 比如说像戴安娜 是绝对不会嫁给威廉王子这样的人 对不对 如果他在婚前就知道 威廉王子是这种沾花热草的人 戴安娜是绝对不会嫁给他的 所以我个人更觉得 威廉是这场婚姻当中的 一半的受害者 而罗斯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受害者 因为我基本上可以确定 威廉和罗斯的感情才是真爱 才是真爱 因为这是他们两个人都在 已经结婚之后才开始的一段 外遇也好 四角恋也好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在两个人都有 既有的婚姻的现实的情况下 然后他们还能够这样 义无反顾的去 试图想要跟对方在一起 而且威廉我基本可以确定 他去年或者是更早之前 就已经跟凯特提出离婚过了 不然的话就是去年发生的 那一切类事情 就在我视频里面都讲过 所以说威廉当他 他就是说他从小到大 他实际上是没有过真爱的 那么一直到他三十多岁 遇到罗斯的时候 才碰到了他的真爱 这也就是为什么呢 威廉就想要离婚 但是呢 女王在的时候他不敢离婚 女王走了以后 要等他爸爸加冕 等他爸爸查尔斯加冕以后 成为国王以后 他这个时候已经成为储君 成为第一身为继承人了 他才有这个勇气去提出来离婚 但是查尔斯国王也不同意 凯特王妃也不同意 凯特的娘家的人也不同意 全英国的人也都不同意 所以威廉现在其实蛮痛苦的 而且我觉得他也蛮可怜的 而且之前吧 在凯特王妃爆出来患癌之前 威廉还敢提这个离婚 那么自从今年 这个一月份 凯特王妃被送去医院做手术 然后二月份又检查出来 有癌症 三月份 这个这个 凯特王妃自己官宣 自己患癌 在这样的一系列的事情发生之后 我早就说过 威廉现在已经绝对不可能 再跟凯特离婚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罗斯和威廉这一对 我认为是真爱的 演员样是真的蛮可怜的 但是呢 我觉得罗斯现在居然还能够 就是说公开出来 参加这个赛马会 然后在这个查尔斯国王和威廉 凯特王妃都不在场的情况下 他能够就是跟卡米娜见面 这一切绝非偶然 绝非偶然 那么至于他跟卡米娜的这一次见面 到底是谁的受益 不可能是查尔斯国王的受益 也不可能是这个凯特王妃的受益 有没有威廉的意思在我不是很清楚 这个我不能判断 但是我确定这个既不是 不可能是查尔斯 也不可能是凯特的想法 因为你知道吗 就是说他们两个人 在一起见面也好 谈话也好 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 但在这个节骨眼上 在凯特王妃已经消失了 这好几个月都不露面的情况下 这是一个巨大的信号 这是一个巨大的信号 而且我不太清楚 卡米娜跟罗斯见面以后 他们之后 就是从昨天见面之后 在以后将来 明天后天以后的将来 会不会再有更多的联系 总而言之 这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这个戏剧性的事情 不是就要出来 而是已经发生了 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 虽然我说了 罗斯的角色和卡米娜的角色 在他们各自的婚姻的这段故事里 是完全不相同的 就像凯特王妃和戴安娜的角色 在他们与王子的婚姻里 这两个角色也是完全不相同的一样 就是每个人的命运 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现在这场残忍的 狗血连续剧的 皇室戏剧的大幕 又再一次的拉开了帷幕 让我们拭目以待 后面会发生什么 好 这就是我今天的视频了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